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民国四大才子之一的徐志摩 娶了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 按普通人的眼里,这就是家偶天成 一段曼妙的婚姻 可是要是让我看来 这就是渣男配绿茶,瘸驴配破墨,花痴遇上大嫖客 今天咱们就走进古迹讲故事 咱们去看一看这二位结婚的地方 哪啊 北海公园的画坊斋 这画坊斋啊,在北海公园的东路 在仙禅潭的南边 对面呢,就是大家都熟知的豪仆剑 为什么大家都熟知豪仆剑而不晓得画坊斋呢 因为画坊斋啊,是近两年才开放的 我想啊,生活在北京的孩子呀 小时候一定没少去这豪仆剑爬甲山穿游郎 画坊斋啊,他本是乾隆皇帝啊 当年修的一座行宫 看来呀,这皇上娘弄老太后啊,是没少在这住过 他门前头呢,又做过皇帝的练剑场子 什么剑呢,这可不是那个大宝剑啊 这个说的是弓剑的剑 当年在翁童河日记里就这样记载着 这光绪皇帝啊,就是在这个地方练习的射剑 可是呢,随着这一日长两日短呢 这大清国到了宣统皇帝的时候啊 他亡了国了 到了这1926年的前后啊 画坊斋就可以向社会出租了 举办一些喜、寿、庆典之类的宴会 就在1926年的10月3号 这座乾隆皇帝的别院画坊斋 被那个民国著名的诗人徐志摩包了下来 大宴宾棚啊,和陆小曼在此举办了婚礼 有人说呀,那年因为润月的关系 这10月3号啊,正是农历的7月初期 就是那中国的七巧节 情人节 这纯属放屁啊 因为我查了万年历 当年没有润月 10月3号啊,正是农历的8月27 我想啊,熟悉民国往事的朋友啊 一定比我更知晓 徐志摩和陆小曼是何许人也 可是呢,作为一个爱讲八卦的博主啊 我挨这儿啊,还得说说 今天咱们在这儿啊 咱们不聊这个徐志摩是如何的才俊 也不聊这陆小曼呢,是如何的才女 今天啊,咱们要巴执的 就是这两个人的婚姻 徐志摩的家境殷实 在来北京求学之前呢 家里边就有太太 这太太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张又怡 这张又怡啊,也是民国的才女 可是呢,她是从晚清走过来的女性 很遗憾的,她有一双禅足 后来呢,这徐志摩呀 就以此为理由和她离婚了 说是因为禅足 实际上呢,是在徐志摩的心里啊 她另有心患了 她喜欢上了她的比友林长明的闺女 林徽因,说起来 这徐志摩和林长明的比友关系啊 也是非常的特殊 我读过他们之间的几封信 之间的这书信交流啊 非常的暧昧 还做一些语言上的小游戏 让您读了就好像是 发生在东丹公园之内的故事 哎,您要是外部的粉丝朋友啊 不知道东丹公园何解 您可以啊,上网去百度一下 您就知道这俩人有多么恶心了 后来呢,这两位比友啊 在这个伦敦终于见面了 这徐志摩呢 就到林长明的家里玩去 哎,看人家闺女可是不错 于是呢,就隐瞒了自己 有妇之夫的身份 疯狂的开始追求林徽因 那浪巴丢的在别康桥等诗句 都是那碗啊 给林徽因女士写的 为了这个表示决心呢 还和自己的发妻张又怡离婚了 并且登报做出了声明 可是这林长明是谁啊 幻海臣服又游历海外 与这徐志摩呢 通通信聊聊天啊 还可以 如果要让他成为自己的姑爷 那是万万不能的 于是呢 就一方面拒绝了徐志摩的求婚 另一方面呢 就把自己的女儿林徽因 许配给了家学渊源的 梁启超先生的大公子梁思成 这一下啊 这徐志摩算是没怕了 两手没抓到啊 他心里痛苦之极啊 就在这个时候啊 一位朋友出现了 说是朋友啊 其实啊 还算是个书呗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呀 这朋友啊 先是胡适的朋友 胡适呢 是徐志摩的好朋友 所以呀 这样两个人才认识了 这个人的名字啊 叫王庚 王庚呢 是一名军官 新婚不久 但是军务繁忙 就请这个徐志摩呀 来陪伴他新婚的妻子 当然了 这王庚的意思啊 他绝不是给自己找一个戴婶的帽子戴 他的意思是说呀 让这有学问的徐志摩呢 陪自己年轻的妻子聊聊天 看看电影 逛逛花园 然后呢 指导指导自己的这个新婚妻子啊 写写诗 会一会话 可是啊 他是啊 小看了自己这位朋友 和自己的这位新婚妻子了 他媳妇谁呀 他媳妇啊 就是1926年10月3号那场婚礼的女主角 陆小曼 对了 您算猜对了 和这两个人这关系啊 他有点不伦之恋呢 纯属于啊 是朋友妻 不放过 您可能会说呀 关于徐志摩和陆小曼 这段民国往事啊 我聊的太过于简单了 可是啊 咱也就聊到这儿吧 细节呢 您也都知道 咱们呀 讲个梗概 能把咱们这故事捋出来 也就行了 在网上 给大伙讲故事的大师哥 高什么什么什么松 是吧 就是因为自个儿啊 爱讲个民国往事什么呢 结果呢 把自个儿弄的坏了事 这前车之鉴呢 后世为戒 所以啊 咱们也就聊到这儿了 咱们呀 接着聊这场婚礼 在这场盛大的婚礼当中啊 这两位新人的穿穿打扮呢 的确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 这陆小曼呢 穿了一身西式的婚纱 民国那会儿的婚纱呀 看着比较严谨 弄得好像修女一样 总是让人感觉不到喜庆的气氛 这徐志摩呢 就更有意思了 穿了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 完全的一副啊 中式婚礼的打扮 好 这两位都是名流 一位啊 是文人骚客 另一位呢 是社会名媛 他们的婚礼啊 那肯定是高朋满座 胜有如云的 社会各界的好朋友都来了 您就不乏像什么 梁石秋那样的作家 那天啊 在这个婚礼场上啊 忙里忙外的大了啊 那可有了名了 那就是著名的大才子胡适 这胡适啊 可是这个徐志摩的铁哥们 所以啊 这事啊 必须托付给他 进进出出的 招待起儿呗 这些人呢 还都算小子辈的 老人也有啊 其中这身份地位最高的 就得说是徐志摩的老师了 谁呀 梁启超先生 并且呢 这二位新人呢 邀请着老师梁启超先生 作为证婚人 可是呢 可但是呢 但可是呢 这事啊 他就出在这位证婚人 老师梁启超身上了 这梁任公啊 是晚清民国的国学大使 关于任公的事迹啊 我也不必在这多说 据说呀 梁任公那天 来参加婚礼啊 也是比较严肃 整点来整点走 整个婚礼没效果 因为在任公心里啊 他接受不了离婚这种新兴事物 令他更为不齿的 就是徐志摩这种 以已婚男人之身份 追求小女孩临婚姻 然后呢 又插足了自己朋友的婚姻 做了第三者 并且还娶了这位朋友的太太 所以呢 这位证婚人的证婚词啊 非常有戏剧性 当时参加婚礼的 必定都是社会名流 又多是这徐志摩的亲朋和挚友 所以说呀 人家跟我不一样 人家不爱嚼老婆舌头 传出来的消息并不多 其中呢 关于这段老师的证婚词啊 有两种说法 一种啊 就是好的 是谁传出来的 那就是胡适啊 他跟这个徐志摩两个人啊 穿一条裤子都鲜肥 那句形容朋友关系好的话 怎么说来着 穿房过屋 妻子不必 脱妻限子的好哥们 据胡适说呀 当时啊 梁先生 可这二位新人的婚姻证词啊 套着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同情与理解 说这二人啊 敢于冲破这封建婚姻的枷锁 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并且呢 希望二人能够白头偕老 长相死守下去 并且啊 这话里话外啊 还点名二位新人 不要顾及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 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得了 可是啊 以梁石丘为代表的一些人呢 他们传出来的信息 可不是这样 他们传出来 梁启超的证婚词啊 是这样的 到了这梁先生讲话的时候啊 这梁先生就说了 我来这儿啊 就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 好让社会上知道啊 这样的恶力 它是不足取法的 呀 这个开场白厉害 这大家的笑容 就都锁定在自己的脸上了 接着往下听吧 这梁先生就说了 徐志摩 你这个人呢 性情浮躁 所以啊 学无所成 做学问也然是不成了 你做人更是失败 你这离婚再娶啊 它就是用情不专 再有呢 这个陆小曼 你和这徐志摩 你们俩都是过来人 我希望你从今往后啊 你得刻尊复道 检讨自己的性情和行为 离婚再婚呢 都是你们性格的缺失 我希望啊 这是你们两个人啊 最后一次婚礼 自此以后呢 检讨自己的行为 不要误人 自悟 婚姻呢 它不是儿戏 不能以自己的高兴 接不高兴便可离 让父母汉颜 让朋友不齿 让社会笑话呀 据说梁先生念完这段 新婚注词以后啊 这徐志摩呀 扫的呀 头就一直都往下低 都快扎到自个儿裤裆了 这陆小曼呢 据说是气得呀 浑身发抖 脸色苍白 这两份婚姻证词的书稿啊 我都有 如果您要是想知道细节呢 您就留言区 告诉我一声 我在这回复区呀 贴到制定帖里边 这么好玩的一件事 干嘛不大伙都乐了呢 您说是吧 得嘞 今儿这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故事啊 我就给您讲到这儿 如果您还想往深了听啊 您就留言区告诉我一声 我呢 努力的再往深了给您讲讲 哎 这也是冒着风险啊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您记住那句话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